這個荒廢了20年全香港最大的公園 你去過沒有? 相信你沒去過 這個公園佔地27公頃 比衛苑19公頃還要大 為什麼荒廢了20年 都不開放呢 這個公園是1980年規劃的 1992年打算準備 啟用 但是 當時發現有沼氣 一直荒廢到現在 真是很可惜 葵芳站的C出口 我們走過那條隧道 出了隧道之後 跟著天橋 跟著天橋直去 其實 就去到這個 最大的公園 葵芳C出口 左手邊 落隧道 在這個葵芳劇院的路口出 在這個路口出 向左手邊直行 出了路口 向左手邊直行 在這個路口 今天會帶大家去一個地方 相信90%的香港人都會走過 是一條綠色的通道 還有一條空中的樓梯 還有一個荒廢了二十多年的公園 這個公園就叫葵聰公園 它前身就是醉酒灣堆填區 在1980年規劃 1992年準備啟用 但是法國有沼氣 所以一族荒廢到現在 已經超過二十年了 這個公園其實是全香港最大的公園 佔地是二十十公頃 比葵園還要大 葵園只有十九公頃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就是一個閘口 我們沿路走回頭 我在這裏轉左到樓梯 向斜路直走 大約走五分鐘 就會見到這個葵城圍花園 我們走進公園 大概走一分鐘就會見到那條樓梯 那條樓梯是設計得很特別的 它是有些薄鋼根和水粒所造成的 你看到四面都好像沒有支撐的 是一個五十年代的建築 我順便帶大家去看這條 原浮了半世紀的空中樓梯 這條樓梯建於1975年 它是鏈接公共泳池 以及居民出入的重要通道 這條樓梯是一個英式的設計 取用無石柱支撐 當時是一個大膽簡單的設計 看完空中樓梯之後 這個公園另一邊 有一條秘密的綠色通道 就是這條 這條通道整條都是綠色 我們走到尾 轉右邊 我們看到這條神秘的通道 這條通道其實是通往哪裏呢 其實是通往葵中公園的另一個入口那邊 這條路都是很少人走的 你打卡都不錯的 神秘的綠色通道 我们差不多走到另一边的入口 这里就是另一边的入口 但现在也是锁住的 我们不能进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